拒绝盲目跟从 坚持圣经公义 这是激进改革派基督教频道 门徒频道 欢迎大家收听《门徒头条》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要赞好、订阅、分享 按下那个当当 就可以随时接收我们最新的影片通知 今集我们会跟众 王婆婆这周一晚在中环被浸会大学大陆留学生周隆生摘击的案件 以及由浸大校友发起集体去信 要求校方要即时将大陆提供 说回事件 在周一的晚上7点 在中环有数十人举起白纸 就欠花悼念在新疆乌鲁木齐大火的死难者 大概去到晚上8点乘2的时候 当悼念群众陆陆陆陆散去的时候 被称为王婆婆的社运人士王凤瑶 就出来举起把傘 以及开始喊口号 喊了没多久 有一位青年由右边慢慢走向王婆婆的身边 突然之间很大力抢走她把傘 还摁了一下 王婆婆向后跌倒撞了一半墙 背部受伤送到医院 事后证实 这位青年是浸会大学22岁的大陆留学生周龙申 龙是三点水做龙夫 龙物的龙 申是何鸿申的申 初时在网上的宋式比较混乱 她的名字就打了简体字的龙 大家都看不明白 后来才知道 要转回繁体 这个大陆仔被拘捕之后 现在涉嫌触犯刑事毁坏 和普通扎击两项的罪名 到星期二晚 浸大的校友 港语学的召集人陈乐恒 就在面书呼吁大众和校友 一起写信 向浸会大学投诉 因为既然现在这个大陆仔 是被刑事罪名拘捕的话 还敢当众暴力对待老人家 就已经违反了校规 令大学蒙羞 根据学生记录守则 如果一名学生 是对社区构成威胁的话 校方是可以即时将她停学 所以陈乐恒就促请校方 要立即将这个大陆仔停学 保障私生的安全 以及执行记录聆讯 决定如何做处分 而陈乐恒也起草了一份投诉信 大家可以去他的面书 或者在我们的网站都可以找到 前晚我访问过陈乐恒 他说两天之内 估计已经超过300人写送 这个只是到周四晚的数字 今天就已经周六 我猜不止这个数字 而针拜的纪录委员会 也回复了他 就说现在试图了解事件 会按照调查结果 采取跟进行动 首先我们在这里 是希望王婆婆可以早日康复 我们很快也可以在街头 听到她响亮的声音 我们会为她祈祷 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可怕的 喂 因为事发的时候 是有几间网媒在做直播 很多记者 现场又有警察 还有大批围观的市民 当大家看到这件事发生 就是哇一声 吓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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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场那么多的人 在尽目围围之下 犯案 你一定走不掉 而你见到这个大陆仔 他犯案的时候 是很冷静的 直到他束手那刻 你都不觉得 他是想折击王婆婆的 而當他搶了一把傘之後 他不是說很急要馬上離開 他是慢慢轉身等你來抓 他是預料被抓的 他真是有詞無恐 就好像告訴你 是呀,我現在就是這樣 你奈我不何的 所以這裡 警察真的要更快做事 既然現在這個大陸仔 就被控告刑事毀壞和普通襲擊 有了記者 做了直播 有了照片 這麼多證人 證據確鑿 我們都期待 盡快見到這個大陸仔上庭 除此之外 浸會大學真的要盡快立刻做事 既然現在證據確鑿 全香港都知道他姓什麼名什麼 請問校方還要去了解些什麼呢? 莫非你不知道這個是你的學生? 或者你找不到他出來? 你打開電腦 按他的名字 就馬上查到他的資料 地址、電話、電郵什麼都有 然後就馬上通知把他停課 因為你們學校的全理學會 前一陣子發表了一個理大圍城三周年的貼文 於是文匯報就說這個貼文是什麼煽動暴力 那麼你們校方查都沒有查過 也沒有傳召過學會的學生 沒有讓他們解釋 接著怎樣? 接著在星期三你就立刻下令 學會要暫停運作 而且你校方不是根據學生紀錄程序去做這個決定 即是說你沒有根據程序通知學會發生什麼事 讓他們在某個限期之內解釋 然後才去做一個決定 你們扣個行政指令 即刻說你們要即日停止運作 而如果全理學會只不過是發表了一篇 你們認為不當的貼文 就可以特事特辦了 查都不用查了 審都不用審了 詳細的解釋都沒有 接著你就立刻釘他牌 到下年為止 既然是這樣的話 對於這個大陸仔 正確確鑿 在鏡頭面前發安 如果你學校都不是採取同一個標準 立刻做事的話 很明顯就是雙重標準 是不是大陸人就有特權 本地學生就低人一等 是不是這樣 你浸會大學說清楚 不要忘記你們本身是一間基督教的大學 如果作為基督教大學 都是這樣的時候 就更加罪家一等 不要忘記 浸聯也有三個董事在浸大裡面 所以浸聯也不可以不理會 所以我們非常支持 由陳樂衡所發起這個去信行動 除了要向這個大陸仔施議懲戒之外 也同時要向浸大施壓 最後有些台務報告 首先我們11月份的營運月費 以及未來兩場露宿者外言的參費 都達標在這裡 都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會繼續努力 也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我們 以及我們門徒市公 在下年1月就是成立7周年 所以我們都決定在下年1月8日 會舉行一個成立7周年的慶祝會 當日是星期日 時間在下午2點9日 我們就預約了一間油麻地的Party House 我們會有些慶祝活動 預備了一些小食 也邀請了一些嘉賓 和大家一起去回顧展望 所以都邀請我們的聽眾、讀者、支持者 都可以參加和我們一起去感恩、慶祝 這一兩天 我們就會把報名的表格在網站、面書、me-we 發佈 因為要報名留作 讓我們知道可以準備多少食物 希望到時也見到大家 好,今集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又到聖誕節 今年平安夜 門徒小隊繼續向港島區露宿者報價音 現證招募施班員 數一數又下個QR Code 立即報名 又到冬天了 門徒小隊現在收集著綿皮 二手三符 轉贈給港島區露宿者 願意捐贈的朋友請WhatsApp 551-00852聯絡我們 門徒論壇 計劃舉行實體聚會 需要徵求地方 交通和出入方便 可以容納10至20人 每月借用一個星期日下午 願意借出地方的朋友 請WhatsApp 551-00852聯絡我們 撐起良心店舖 門徒公義節目 推出免費廣告計劃 歡迎所有良心店舖參加 打破固定收費模式 由你借由課金 數一數右下角的QR Code 填妥資料 立即登記 請大家繼續支持門徒媒體 通過Payme Paypal 轉數快 課金給我們